前段时间我们已经知道 为了进入独体显卡市场 英特尔可谓是下定了决心 而从目前所公布的X1架构来看 除了X1 LP系列已经用于11代酷睿的核显上 基于X1 HPG系列的高性能独显D72 也于近日得到了更新 据悉其整体性能将比肩RTX3070 同时最快将于2022年1月推出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去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关于高性能的D72独显 英特尔早已在今年1月的CES展会上 就为大家呈现了 但当时仅为架构方面的展示 所以并没有具体的规格予以披露 然而现在英特尔对产品线 已经做出了全面更新 并对D72独显的部分规格也进行了曝光 具体来看还是和此前的消息一样 D72独显将会基于英特尔高性能的X1 HPG架构打扫 并采用台积电的7nm制程工艺 而在详细的规格方面 目前D72系列一共有三个XQO版本 性能从光导致分别是D72-512EU D72-384EU和D72-128EU 其中D72-512EU将会被定位于旗舰 有512组EU执行单元 4096个流处理器 配备未宽为256bit的16GB GDDR6显存 核心频率约为1.8-2.2G核资 功耗在120W-235W左右 而D72-384EU被定位于次旗舰 但会有两个版本 其中一个为384组EU执行单元 3072个流处理器 配备未宽为192bit的12GB GDDR6显存 核心频率为1.8GHz 另一个则为256组EU执行单元 2048个流处理器 配备了未宽为128bit的8GB GDDR6显存 核心频率为1.4GHz 至于余下的D72-128EU 则被定位于中端 但同样拥有两个版本 其中一个为128组EU执行单元 1024个流处理器 配备未宽为64bit的GDDR6显存 但核心频率为2.2GHz 而另外一个则为96组EU执行单元 768个流处理器 配备未宽为64bit的4GB GDDR6显存 然而根据最新的情况来看 据推特的用户TEM表示 INNER的旗舰产品DG2512EU 还会有另一种变性型号 也就是配备448组EU执行单元 3584个流处理器 核心频率在1.8GHz左右 并且企业预告了 该显卡的实际性能 大致于RTX3070相差5% 与RX6700XT相差8% 同时中端的DG2-128EU的实际性能 将会比GTX1650强而12% 除此之外 根据GIGBENCH 5的数据显示 DG2-128EU在OpenCL的测试中 获得了13710的总分 已经接近RX550和GTX760了 但其在GFXBench的OpenGL测试中 却获得了17838的好成绩 几乎与GTX1660Super相媲美 而这还仅仅是DG2系列中的终端产品 看来在游戏独显这方面 INNER的确有望在NVIDIA和AMD的虎口中夺食 至于旗舰独显DG2-512EU 从目前Videocast的消息来看 其性能将会比肩RTX3070Ti 同时售价也会在349美元到499美元之间 而最快的公布时间将会是 2022年1月的CES展会上 在目前INNER已经在下一代的NEOC主机上 进行了预告 并且其还包括了8GB、12GB以及16GB的显存版本 所以没有买到显卡的玩家 可以期待一下 当然除了游戏独显之外 INNER的12代酷睿最近也是频繁亮相 大致的参数性能 Skerman可以去查看超级科以前的视频 而从FCPUPUP最新所曝光的供电规格来看 12代酷睿可以说是从电老虎晋升为了核电站 其中相较于前代产品 新增了165瓦TDP的新型号 同时Pigpower最高功耗 由16.5A、30A、34A、40A 增加至了20.5A、38.5A、39A、45A 增幅比例介于12.5%到28.3%之间 而根据推特用户卡的Kids表示 12代酷睿各个型号的实际最高功耗将会巨幅增长 其中165W TDP功耗版本会突破540W 这一点就算是放在历史上也并不多见 当然只对12代酷睿来说应该并不意外 毕竟大小和设计PCIe 5.0、DDR5内存都是IU中史无前例的升级 再看得出来 无论是第一季二游戏独显还是12的酷睿 英特尔方面肯定都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而在当前这个环境下 确实是需要注入新的活力 所以各位斯哥们对英特尔王朝的回归 大家是如何看待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后带不上留言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些想过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就在关注超级客 我是鬼强 我们小七再见